我照着你就是一直给我给你个房盖 这在俄罗斯参观咱们华人大型工厂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事情是这么回事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时刻 也不记得我 没错 当初我们开始筹划建房子的时候 老丈母娘就许下了一个心愿 她希望将来的房子能铺上漂亮的采钢网 对没听错 老丈母娘梦想中的房盖就是用采钢网 可能这个材料在国内比较普通 但在俄罗斯这边还是比较流行的 像比较高档的住宅 还有大型的商超懂建筑都会用到 因为可塑性和耐久性比较好 而且颜色还比较多样 所以放眼望去 大部分建筑都是这种材料 也难怪老丈母娘喜欢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大哥自己的建材工厂 她也特别喜欢我老丈母娘一家 那是七七的胡辣 当初看到我老丈母娘说喜欢采钢网 她也记着了 就和我说等到铺房盖的时候 一定要送我老丈母娘一套 他们厂子生产的产品 这不我们眼瞅着就要铺房盖了吗 大哥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说是要亲自带我去厂子里面挑选 事情是这么回事 兄弟们 这个工厂那是相当的大 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地区 也算是数一数二的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 咱们华尹在俄罗斯开设的工厂 到底是个啥样 哇这么大了 看不到头 对对对 这都是钢材是吗 这个 这边你就看一下 这就是 这都是鞍钢的 对鞍钢的卷板 这都是咱们国内鞍钢集团的吧 对对对 鞍钢集团 鞍钢集团 我们参观部署 还给我们介绍厂里的各种产品 从生产线 到流水线 给我们介绍各种机器的运作方式 和产品的用适 讲解的那是相当详细 我和表哥这两个门外汉 都非常容易的听懂 这个就是那个防盖颈 那个小站一下防盖颈 那个防盖颈 如果这个 我们有造型 所以熟了是这个 这个 鞍钢的鞍钢 你看很多的 对 80%的 进去防盖 也就是 那做什么 做乌烟的吗 做乌烟 做那个龙虎 生产日期 生产时间 这也大事 我们都知道 乌烟的 是生产的 乌烟 比如说这个 乌烟的 乌烟那边 因为 这 哇 味道 这参观完才刚瓦草 大哥又带我们 去参观了保温棉的制作车间 这是 保温材料 我们那边切 那个工具切好 那边 然后 做到那个盐盘板里 正面 后面刷脚 我明白 就是 踩钢 然后中间是夹 夹头夹的 看完之后 然后就是重新 事情是这么回事 在这个技术升级上 安岗给了我们一些 很大的帮助 就是参考了安岗的 ERP系统 针对每个招户 从牌单生产 到招户开始 整个用 ERP系统 做一个检控 这6米05的 1米2款 然后这颜色是什么 颜色 就是绑后 绑后是多少 从来在俄罗斯 这个材料的建筑材非常重 很吃香的这种 慢慢的这个工绩是吧 就施工期太短了 所以说这种 是比较方便的建筑材料 当年就能完工的 对当年就 你只要把框架立起来 它零下多少度 都能施 那个就是我们的 市场加速度 对对对 因为它这个货车来的时候 已经超过了 当年不拒 我们就 哇 那你大哥 你这是蛮人性化的吗 去年我们的 染品车间 你去看一看 你觉得哪些能用 用手指 不是 大哥 我给你看一个 真的 没有 大哥 我说 我说真的太不好意思了 我说 你这送我一个房盖 我就挺着什么 我罩着你 不是 房盖这个可以理解为 俄语当中就是 Close Close 我罩着你 就是意思 就是我给你个房盖 这个房盖是一个单词 对对对 武修事件 对正好 没打不动 对对对 倒点就下班 这和大哥 来到了展品车间 里面各种 房屋建筑材料 那是应有尽有 大哥还都一一 给我们介绍了 产品的使用方法 和优点 有的材料 甚至可以用50年之久 由于时间原因 这就不给大家 过多展示了 最后大哥 是带我们来到了 样品间 让我们更直观的看到 房屋材料 要组装好 是什么样子 那个骨盒 工程学 怎样不了直上直下 对对对 里面有房盐 这一块 然后还有 在西伯拉兵型 必不可少的一个啥 这是防血水 不落气的 那个血 如果积累的 够深的话 它如果一概念 把人发热 它就滑下来 对对对 这个起到了啥呢 阻止大的水份 滑苦 它就把那血 即使滑下来 冲下来的时候 它也变成小的 细小的血块 这一圈参观线里 感觉咱们中国的产品 真是越来越牛了 基本上覆盖了俄罗斯的 每一个角落 无论走到哪里 你都能看到咱们中国制造 一想到老丈母娘家 住在这么偏远的 西伯利亚乡村 但盖房子 还能用到咱们中国的建材 这次好感瞬间爆棚 最终大哥帮我们选了 他们厂子最好 最耐用的材料 给老丈母娘 一般来说 订购房盖整个流程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从设计测量 到加工运输需要大概一周的时间 但大哥知道 老丈母娘家盖房子着急 要在今年寒潮来临之前入住 那是一个电话 一个电话给厂子加急 当天就安排人去测量 争取两天内就把材料碰到 那是相当的给力 上午把老丈母娘家 新房所需要的材料选好 下午我们就赶紧开车赶回去 这等我们到家没多久 测量人员也是拍马赶到 任何测量员 简单的沟通了一会儿 把需要的东西都系下来 然后就开始了测量 等小哥测量完 三个大兄弟也把屋顶的活也弄完了 剩下的就是把车库的房梁也架好 这样这个小房的整体框架搭建 也就算彻底完工了 OK兄弟们房盖已经都完事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盖车库了 就上午我不去那个工厂去看了一下那个采钢瓦嘛 然后下午也刚才过来人量完了 现在我们开始那个整那个车库了 整完车库之后估计明天那个采钢瓦就能到了 就一切顺利兄弟们 干就完了 一切打败 衣服 是这个 怎么在干的呢 怎么在干的 情有多深刻 就有多沉默 莫想求来去从风 想谁走 想担忧 重游 其多人有空手 是我在身后 人生和巨山水晚风 想北走 想拥有 天涯和初步的相逢 人生和巨山水晚风流 举其为醉风无忧 行了兄弟们 今天的盖房一季就更到这里 若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房贷就能到货 接下来就开始正式普车方点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即使人生和巨山嘴住